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肖芳 今天是2022年7月21号星期四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联合校区董事会成员徐安被要求辞职 万区汽油价格连续第五周持续下降 白宫表示拜登如何感染新冠并不重要 更多美国人恢复正常生活才重要 与CDC FDA同级拜登政府拟升格疫情应对机构 中方称佩洛西若一意孤行访台必将坚决反制 被罚80.26亿人民币之后 滴滴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认真整改 欧洲央行11年来首次加息不排除继续加息 俄德北溪管道维修恢复供气但输送量仅三成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乔报记者吴卓明7月21号旧金山报道 7月20号加州州长纽森参观Broom Energy在福利盟的大型新工厂 这家绿色能源公司将利用164000平方英尺的空间 来扩大其清洁能源燃料电池的制造 该公司还计划招聘400名员工 纽森表示这就是让加州成为一个真正特别和创新之地的意义所在 纽森在湾区还需解决其他紧迫问题 包括越来越多的猴豆病例 纽森称他已要求联邦政府提供60到80万剂疫苗 乔报记者7月21号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ABC七号台新闻报道 被新任命的旧金山联合校区董事会成员徐安 在一个政治团体候选人问卷表格中发表评论之后遭到批评 许多人称这些问卷对种族不敏感 旧金山市议会主席华宋善呼吁徐安辞职 强烈抗议后徐安在推特上表示的歉意并修改了他的答案 以反映对一些学生面临的挑战的更深入理解 乔报消息 弯区油价根据AAA7月21号周四的数据 本周弯区和全加州的汽油价格继续下降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汽油价格已经下降了60至66美分 AAA说截止21号上午在弯区三个最大的城市中 顺和赛的平均汽油价格5.82元 低于一个月前的6.45元 奥克兰目前的价格是5.82元 低于上个月的6.49元 旧金山的平均价格是5.87元 低于上个月的6.52元 湾区各县的价格也在从5.72元索拉诺县到6元 纳帕县不等 石油分析师德哈恩说 价格下降是因为担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这将减少石油消费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在今年年底油价可能激增50% 因为12月5号起 俄罗斯将被禁止将其石油运往欧洲 作为对其在乌克兰战争的惩罚 加州奥克兰港的卡车司机抗议 周四进入第四天 该港的集装箱码头继续处于停运状态 起因是今年6月 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加州卡车工人 针对该州AB5立法的上诉 目前这项法律已经生效 全州约7万的卡车雇主必须遵守该法 加州的卡车行业严重依赖于合同工 卡车司机们长期致力于从该法规当中豁免 最新一波的卡车司机抗议是近来规模最大的 导致奥克兰港交通要道被阻塞 码头工人们无法正常上下班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乔报网报道 白宫周四表示 美国总统乔拜登检测出新冠阳性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尔尔说 乔登的症状轻微 并已开始服用一种旨在减轻疾病 严重程度的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并表示 拜登将在白宫隔离 并将在此期间继续充分履行 他的所有职责 现年79岁的拜登 在就职前夕 接种了两剂辉瑞公司的新冠病毒疫苗 9月份接种了第一剂 加强疫苗 3月30号又接种了一剂 到目前为止 拜登要完全规避接触病毒 似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对那些预计将与他密切接触的人 有检测程序 乔报特医记者延天 7月21号 华盛顿报道 在拜登总统周四上午确诊新冠病毒感染之后 他最新的健康状况 以及白宫的防疫政策 立即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为了缓和外界的疑虑 白宫在周四下午发布了 拜登最新的工作照片 以及视频讲话 而拜登染疫相关的问题 则成为当天白宫简报会的核心内容 白宫官员当天并没有透露 拜登总统是如何感染新冠病毒 白宫内近期感染的人数 以及谁是拜登总统的密切接触者等敏感信息 白宫发言人让皮尔强调说 拜登是如何感染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 正因如此 我们才能在今天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接近正常的生活 乔报特医记者颜天 7月21号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四表示 他尚未与拜登总统直接讨论过 在8月份对台湾进行正式访问的计划 佩洛西在周四的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从不讨论旅行计划 这是一个安全问题 我现在不会讨论 而此前一天 总统拜登在回应关于佩洛西计划访台的报道时 曾表示 军方认为现在这不是个好主意 对此佩洛西则回应称 他不知道总统指的是什么 据多家媒体周四报道 拜登政府计划在卫生部下新创设一个部门 负责新冠疫情应对 新的机构将于知名的疾病控制于预防中心 CDC 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等机构评级 同属卫生部下执行部门分职 据卫生部的内部文件显示 拜登政府计划将现有的负责准备和响应的 助理部长办公室 升格为战略准备和响应署 缩写人为ASPR 据报道升格后的ASPR将负责关键的医疗健康后勤工作 包括监督国家战略储备 并在紧急状况时购买分发疫苗 这个机构将于现有的CDC FDA NIH就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等机构评级 这些机构都有各自的总部设立于华盛顿 DC郊外 不在卫生部位于DC室内的总部办公 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去年11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是疫情期间紧张的就业市场开始放缓的最新迹象 截止7月16号当周 25.1万人首身失业救济 较前一周增加7000人 高于华尔街经济学家预估的24万人 这一增长使首身失业救济人数达到2021年11月13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表明疫情复苏以来 火热的就业市场开始降温 其他大多数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可能正处于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的阶段 而这符合衰退的定义 亚特兰大联储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1.6% 预计第二季度还将下降1.6% 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今天是2022年7月21号星期四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 法规部主任齐向21号表示 总体来看中国中小银行总体运行平稳 风险可控 其中呈商行风险化解 取得阶段性进展 其向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中国中小银行总资产96万亿元人民币 占银行业总资产29% 其中中小银行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 分别占银行业的39%和46% 比例相当高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中小银行积累了一些风险 受到广泛关注 其向介绍 今年以来 银保监会扎实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化险 开展了多方面工作 21号 河南安徽相继发布公告 启动了对10万元以下客户本金的第二批电付工作 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进程中 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21号称 将不断收集梳理各地根据最新防控方案总体措施要求 在疫情处置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难点 比如隔离周期可否再缩短 低风险区范围能否进行更为精准的划定等 河南省驻马店市21号通报 截至20号24时 本轮疫情驻马店市累计报告感染者511例 其中确诊病例13例 无症状感染者498例 自7月9号驻马店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其中感染者多在驻马店市密阳县 在511例的感染者中 密阳县有508例 就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一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号再次回应称 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 理应严格遵守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 如佩洛西众议长访台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应对和反制 我们说到做到 另据消息 佩洛西的办公室21号对媒体重申 不会预先证实或否认佩洛西的国外出访行程 中国网信办对网约车公司滴滴全球 处以人民币80.26亿 约12亿美元的罚款 同时对滴滴董事长兼CEO成为总裁柳青 各处人民币100万元 约15万美金的罚款 此举标志着对这家网约车公司 网络安全做法长达一年的调查结束 有关人士分析称 网信办的行政罚款 不仅创下了中国公司违反数据安全 和个人隐私的记录 还包括对责任人的最高罚款 预计这将对其他中国公司产生寒蝉效应 网信办说滴滴公司共存在16项违法事实 没有透露何时才能重启滴滴应用程序 滴滴回应称 诚恳接受 坚决服从 认真整改 ATP巡回赛21号表示 由于中国对疫情的限制 上海大师赛和其他三场男子锦标赛 今年将不会在中国举行 这标志着ATP已经是第三年取消在中国的巡回赛 除了可在今年2月按照严格的防疫规定 举办了冬奥会外 中国今年几乎所有国际体育赛事都被取消或推迟 自2019年12月新冠疫情首次爆发以来 截至7月20号 中国大陆已确认228,180例新冠病例 尽管按全球标准衡量这个数字很小 但中国坚持严格的病毒清零政策 而不是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放宽限制 选择与病毒共存 有着中国淡水鱼之王的支撑的长江白巡 21号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灭绝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1号更新宾威物种红色目录 目录显示长江特有物种白巡已经灭绝 长江巡野外灭绝 21号在2022美国俄勒纲田径市井赛女子铁饼比赛中 中国选手冯冰一致定乾坤 首轮致出69米12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冠军 这是继男子跳远之后 中国选手在本届市井赛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也是继2011年韩国大秋市井赛李燕凤夺得女子铁饼金牌后 中国选手时隔11年再度在该项目上获得金牌 香港海洋公园说生活在该园的雄性大熊猫安安 于21号被安乐死 享年35岁相当于人类的105岁 安安自1999年以来一直居住在香港海洋公园 过去几周安安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她的食物摄入量下降 直到她最终停止进食 这是人工饲养环境下全球迄今最长寿的雄性大熊猫 大熊猫安安及佳佳于1999年一同从成都来到香港海洋公园 他们是中央政府赠予香港特区的礼物 而佳佳已在2016年10月离世 接下来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为了应对飙升的通胀 欧洲央行21号在人们为紧加息25个点做好准备后 将其三大关键利率上调了50个点 存款机制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0 主要在融资利率和边际放款利率也分别上调至0.5%和0.75% 这是欧洲央行11年以来的首次加息 也标志着2014年以来的负利率时代告中 这一决定具有高风险 可能导致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危机恶化 使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 但欧洲央行已经尽可能地承受出压力 放慢了这次加息的脚步 并表示不排除进行其他加息 幅度将取决于数据情况 这样做的目标是为了降低通胀 今年6月的通胀率在一年内达到了8.6% 未来几个月还会进一步上升 对个体而言 抵押贷款成本更高 但储蓄产品将产生更多收益 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乌克兰中央银行21号将官方货币 和林夫纳对美元的汇率贬值25% 乌克兰央行表示 已将新的官方汇率设在36.5686和林夫纳对1美元 乌克兰央行通过声明表示 鉴于战争期间乌克兰经济基本特征的变化 以及美元对其他货币走强 因此采取行动 连接德国和俄罗斯的北溪天然气管道 在维修工程后 21号重启天然气的运送 但德国方面指出 其输送量只是其可输送容量的三成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暗示 北溪管道可能会在21号早上重新启动 但如果俄罗斯没有收到缺少的涡轮机 它最早将在下周以两成的容量运行输送 根据普京的说法 7月底轮到第二台涡轮机必须进行维护了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21号辞职 这个正在应对通胀飙升和经济放缓局面的国家 将陷入一段不确定的时期 德拉吉宣布辞职的前一天 其联合政府中的三个大党 在参议院的信任投票中没有支持这位总理 尽管德拉吉赢得了信任投票 但大规模的弃票表明 他无法再违继一个意见分歧的联盟 意大利总统马达雷拉现在必须决定 是否询问各党派领导人能否形成新的议会多数 以便该国得以避免提前选举 当地时间20号 英国保守党党首竞选最终轮候选人名单公布 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和外交大臣特拉斯 进入最后一轮角逐 当天英国保守党议员们 对三名保守党党首候选人发起第五轮投票 结果显示 苏纳克和泰拉斯分别以137票和113票的结果 进入最后一轮角逐 前国防大臣莫当特则以105票淘汰出局 当地时间21号 印度民主联盟推选的候选人莫尔木 获得64%的选票 当选印度第15任总统 这样莫尔木就成为印度第二位女总统 也是第一位出身部落地区的总统 现年64岁的莫尔木来自东部奥里萨邦 曾当过教师 后来成为一名女性资深政治家 她一直致力于推翻对部落社区不公平的法律 按计划莫尔木将于7月25号宣示就职 日本国内21号确诊的新冠感染者达到186,246人 连续两天闯新高 35个都府县刷新最高纪录 整体比前一天增加超过3万人 日本后劳省正在探讨准备今秋开始接种第五剂疫苗 设想以老年人等重症化风险高的人为对象 使用今后有望实际应用的针对奥密克戎毒株的疫苗 马德里市政府和工会19号达成协议 当气温高于摄氏39度华氏102.2度时 将勒令室内街道清洁工停工 并在异常高温时延后轮班时间 避开在最热的时段从事室外工作 这起协议达成前一名60岁的街道清洁工于16号死亡 过世前一天他工作时因中暑在街上昏倒 当时马德里的气温毕竟设施40度 孟加拉检方表示 法院21号禁止火车顶端坐人 以防乘客发生意外丧命 在孟加拉假日高峰期间 火车顶端坐人是常见的景象 孟加拉民众乘坐火车车厢的顶端的原因在于 不愿买票或因每逢伊斯兰教重大节日 总有数千万人返乡 以致一票难求 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很高 在孟加拉长达3600公里的铁路线上 经常有乘客从火车顶端跌落而丧生 据说铁路员工会收受贿赂 容许民众坐上车顶 孟加拉当地媒体说 路塔克鲁德的法官说 火车是公共财产 而非赚取外快的工具 最后时间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39.05点 涨幅0.99% 报收3998.95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62.06点 涨幅0.51% 报收32036.90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61.96点 涨幅1.36% 报收12059.61点 以上新闻快车到节目 由消防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